消防人员穿起装备下水搜奏 另外一头也派出水上摩托车 扩大规模寻找落水的男子 这里是台北市设置到迎新码头 30号将要举办2024年台北国际滑水公开赛 却在搭棚架的时候全出意外 都是找朋友 都是东道路路 生水这样 来生水哦 你不是来冲那个资本贵 他就 也是那样就来找朋友 来生水这样 朋友是刚才在做 做工程吗 做什么款的工程你怎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 一日者在现场等待救援 因为下午正在搭设棚架时 传出有一名男子来到现场 要帮忙搭棚架 一次天气太热下水消暑 却无法自己游上岸 因此现场的工人马上打119求救 不过家属接会消息之后也赶来 初不了解这名落水的男子大约20多岁 由于现场还有很多疑点带离亲 目前体育局要求厂商暂停施工 要确认有没有公安的问题 是架设时落入水中 还是有其他原因 而其他的工人也带到派出所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